在我的种植方式,主要就是我会跟一些地主,比如说油棕地主合作,在他们翻种油棕的单额,油棕树苗种在地,他会有一个两年的需要照顾期,我就会跟地主他们去商量,由我来种在他们的土地上种香蕉,顺便的帮他们, 帮他们打理这个幼小的油棕树苗,以达到一个双银的状态,香蕉的种植期也刚好是两年,所以油棕的幼苗期也是两年,两年后油棕,他们就会开始打果,这样我们的香蕉在两年后也会开始老化,两年后继续再去误释别的油棕树,这样我们就继续的种植我们的香蕉,然后又顺便帮他们打理油棕树。 在鱼地主方面,它可以有它的好处,就比如说它可以省掉它的管理费,它所管理杂草药的费用,还有它的肥料的费用, 因为我们种植香蕉,我们在撕回的当儿也会一起撕给它的油棕树。 但对于我来讲,身为种植香蕉的人,如果我们要去买一块地来种这些香蕉的话,这个费用是很大的。 如果它可以让我们种植,像我们种完后又给了它,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双银的状态。 它可以省钱,我们也可以同时间的省钱,以达到种植香蕉的这个目的。 对于我们种植人来讲,我们所面对的主要的风险是在治愈这个病害。 所以以我这个方式来种植香蕉的话,我们可以减少掉一些,比如说,香蕉的这个, 这个Busarian黄叶病的这个病毒。主要这个病毒是在泥土上传播。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把一块地回来,我们种香蕉,种了三代香蕉过后,可能这个泥土上就会有这个病菌了。 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再继续种香蕉了。如果以这个方式来种的话,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大大的减少种这个Busarian这个病毒,这个镰刀菌的这个病毒的这个风险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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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